烈風澤他順利升空以後 就會跟我們現在載軌的六顆的 這個撫衛七號來相輔相成 各位知道我們撫衛七號 其實他主要的收集的區域 是在這個我們的赤道的南北尾附近 這個地方是一些像台風或者激烈天氣 他生成的資料最重要來源 然後他可以每天 大概每一個小時都可以提供 他的溫度 濕度跟壓力的分布 從大概低空到五六十公里 然後烈風澤剛好是補這個最重要的風速 然後我們初期他上去以後 會集中在太平洋 印度洋 大西洋 這個地方 緊張到暑近時迎向火箭的順利發射 太空中心最后是傳來了不覺於耳的歡呼聲 因為任務進行的相當順利 不只升空了 預計會在發射後的 11個小時 裂風者就會首次通過台灣的上空 與地面站進行通聯 未來的任務包括掌握劇烈天氣 生成初期的觀測資料 對於颱風路徑 強降雨的預測 都能夠提供更及時 更精準的幫助